少女办邮差 杂货款 红发露线 花一万九千五百元帮朋友带买iPhone5s 没想到红发女邮差总监来 付了钱 打开禁止有空盒 没有手机 让这名在新北市开设汽修厂的曾姓男子 气得报警揪人 因为我一看到他我还没一千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我第一个 怎么那么年轻的一个女邮差 原来17岁的红发正姓少女 因缺钱买机车 竟在网路洋装兜售iPhone5s 日前还穿着租来的邮差制服 假扮邮差送上空盒 诈取货款 男子不敢受骗 锁定卖家电话号码以LINE搜寻 发现卖家一头红发 与送货的女邮差一模一样 气得报警 他就是看到一台机车载他离开 他有打电话去问那个机车司机 问他有载到什么 他说他在车上看一看 少女前天到晚 表示网购曾遭诈骗 才决定如法炮制 换贤就是到台北市西边町 吃了一套油装穿的衣服 难道随意哪一部机车车 他在车内就换起油彩装 换贤手不多 他是因为买一部机车 他分起物 没有钱脚太干 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主意 我们不排除有机车的叔叔 我们目前的话还是在网购被抵查 警方证讯后将少女依诈其罪嫌 还送少年法庭审理 动新闻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